诶,你好,我是竹千鑫 针对网友那个悟空提问里面有问说 我们日常当中的那个饮水机需不需要清洗 那当然需要清洗啊 因为用一段时间之后,水的误过会慢慢的附走在那个饮水机的内壁里面 而且一颗一颗的很可怕的,而且会产生细菌 所以我们清洗的话,大部分都是可以直接拿那个柠檬 把它挤成之后浸泡几个小时并加热 再几个小时后,它会慢慢融化,然后清洗 再来也可以用那个柠檬酸盖也是一样 就浸泡几个小时以后,当然要加热了 加热几个小时以后,那个会慢慢融解上面的芋 芋构跟那个结石啊,然后融化之后 倒干干净再烧一次水,倒满了饮水机再烧一次 把那个柠檬酸盖和柠檬的味道洗掉 不然味道很浓啊,喝起来没有人敢喝了 我现在是这么清洗那个淫水机的 不知道大家都怎么清水淫水机 如果有其他方法请告诉我 我是竹千辛 欢迎订阅分享和关注我的影片 记得和订阅和分享哦 再见下次再见咯,拜拜 我女儿说的